讲起来 有很多人都会有兴趣去参观一些古城的遗址 尤其是曾经显客一时的古代首都或者皇宫 这些皇宫和建筑物都建造得很宏伟 富丽堂皇 但是经历时间的洗礼 如今剩下的只是一片废墟和雅匿 真是令人唏嘘探饰 巴比伦帝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们是启示录所预言的敌基督帝国 启示录十七章那里 预言巴比伦在宗教上的倾覆 二十八章就预言巴比伦在商业上的倾覆 启示六十八章一节至二节上半段经文 使徒约翰这样说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兵的天使 从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哭着说 巴比伦大成倾倒了倾倒了 而在异象中 约翰得知巴比伦受审判而倾覆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巴比伦这个地方成为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蔚之灵的巢月 第二 列国都被他的邪淫大路的走而倾倒 第三 以财富得到权力 第四 以邪迷惑万国 第五 杀害先知和圣徒 启示六十八章四节 约翰说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文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再殃 巴比伦 他罪恶涛天 他的不意 必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 他怎样待人 亦必定会按住他所行的 加倍受到报应 以下我们就引用启示六十八章 几段的经文 来形容他的后果 第七节上半段经文这样说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有当要他照样痛苦悲哀 第八节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央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 大有能力 第九节 地上的君王 素来与他行淫 一同奢华的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入爱好 其实 他们的哭入 是因为失去的政治 经济权力 第十一节 地上的客厢 也都为他哭入悲哀 因为没有人 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些货物 包括金银宝石 细麻布 各样的香木 和象牙器皿等等 也都有 牛羊 车 麻 和路缚人口 还有 连船主都发哀歌 因为他们失落了 所有可以获暴利的航海贸易 曾经代表世界强权的巴比伦 如今亡国 他曾经拥有的真宝 和一切的繁华都成过去 上帝已经为他的众圣徒 和先知申冤 巴比伦的倾福 殉徒可以学到以下宝贵的功课 一 切勿倚靠短暂的权力财富 信徒千万不要 留乱这些的一切 二 上帝必定会报应行恶的人 和他的制度 天上圣徒会为此而欢恩 第三 敌基督巴比伦帝国的倾度 就是基督再来 要建立永恒的荣耀国度 邀请你一切同心祈祷 公义的上帝 感谢赞美你 你是历史的主 掌管所有帝国和政权 你也是一切权力和财富的来源 求你要说人的骄傲 人的无知 以为可以依赖智慧和财富 我们可以从巴别塔 以至巴比伦帝国 看到人的罪恶 为了这样 知道上帝你必报应和申愿 天父啊 求你叫我们以股为监 不要倚靠地上的财富 权力 顾着享乐 更加不要依赖权力去欺负人 但是要去追求属天的财富 行公义 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 主啊 代表世界权力财富 和敌基督国度的巴比伦 必然庆福 引进历史的结局 我们慌望基督再来 建立荣耀的国度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我愿你来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热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 请不吝点赞福看顾 宣布 一小银 第三八 第二 明天